最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说 美国将使用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下面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星期一 克林顿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高层官员举行会谈后表示 到目前为止 伊朗在核谈判中提出的倡议都没有可能实行 我们都倾向用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 伊朗的领导人仍有机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选择权最终在伊朗手上 我们自己的选择很清楚 美国将使用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美国 以色列和一些欧洲国家怀疑伊朗正在发展核武器 伊朗否认这样的指控 表示其浓缩油项目是用作民生能源以及医疗研究 克林顿结束在欧亚与中东九国为其两周的访问行程后 与星期二返回美国首都华盛顿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继续地扫描述